摆个最帅的姿态拍照 用电脑进行人脸扫描 打上石膏填满胶 做好的硅胶贴脸上 再给全身盖上套 喷完白漆 戴上假发 最后坐上林肯小轿车抵达派对现场 卖出四条五米长的大白腿 就是两个变性改造的 人造美女 路过的假衣柄 对美女傲人身材吹出口哨 美女向来不惯着流氓 好吧 美女一时之间不太习惯 摇头晃脑地走进招待会 招来服饰上点菜 阿伟一把端过来 血盆大嘴往里塞 两秒不到就清干净 没想到点心不干净 放下盘子急忙厕所跑 刚一坐下就开始冲天炮 好家伙这比过年放炮还热闹 听得外面补装的闺蜜之干偶 阿伟解决完生理需求 出门就被一个土豪看上 对方一眼 就相中他凹凸有致的身材 土豪油腻且老土地搭讪 看阿伟这表情就造有多烦 直接开口一顿埋态 见土豪贼心不死 反手就是资他一脸辣椒水 滚开臭男人离我远点 阿伟不知道 他越是抗拒 土豪就越是兴奋 这么辣的妹 就是我的菜 土豪当即展开了猛烈追击 此时他们刚好在参加一场慈善晚会 谁出嫁最高 谁就能跟美女一夜春宵 而阿伟又刚好被邀请上台竞拍 他一脸猛逼地被拉走 没听说有这个规定啊 台下的土豪激动了 还能有这种好事 别的不好说 但前我有的是 土豪为博美人心 一致就是五万斤 妥妥的大手笔 于是除他之外 谁与争锋 顺利获得了与美女的出业权 我只能说 哥们祝你好运 你知道美女在试衣间是怎么换衣的吗 为了把自己五尺八的腰 塞进三尺二的衣服里 半躺在椅上使劲扑腾两条腿 见折腾了半天还没穿上 闺蜜就好心地上前帮忙 一掌把人呼伦在墙角 提着裤头命令吸气提臀 一脚踩在胯骨肘上 使劲往上这么一拉 最后 好不容易穿上了 美女又说自己喘不过气想就此放弃 闺蜜一瞧瞅出了问题 阿隔着屏幕都觉得有点疼 但这样的疼痛只不过是个开始 当美女换装完毕 勾搂着身躯走出 她自觉有什么不妥 但睁眼说瞎话的倒垢 壁箩筐的好话不停输出 导致她自信爆棚 倔强挺直了腰 转身站在镜子前面 一个深呼吸 砰 镜子破碎 高跟断裂 裤裆衣服 筒筒撕裂 精美的服装成了破烂 愉悦的扫购结束后 姐妹团相约走出 此时不长眼的小偷瞄准抢劫 美女丝毫不慌 一路咬紧不放松 跨得了腿 翻得了车 追得小偷直骂娘 我靠这娘们怎么这么飙悍 最后小偷被追累得想放弃 不料美女一个飞身虎扑 直接把人撞翻在地 是的小偷忽略了包对女人的重要性 但也有可能 他忽略了对方的性别 美女老黑 性别男 是FBI的警探 女队友阿伟 为帮富家女姐妹出席宴会 而进行了乔装打扮 任务进行到一半 队友阿伟就被富豪纠缠 而他也对一名女记者一见钟情 开启了恋爱进行时 没想到一直跟他们作对的警员 怀疑他们行为不当 就偷偷闯进房间大肆搜查 结果还真的 被他们发现了伪装工具 警察误抓了两个美女 还一口咬定他们就是男的 为了证明性别有错 一言不合就是上下其手 左边扯掉了姐姐的墨胸 右边拉下了妹妹的短裙 女性该有的特征全被看了个遍 验证失败 姑娘自然不会惯着流氓 上手就是一拳 我想警察要抓的 应该是假扮美女的这两人 此时这俩女装大佬 正顶替被抓的姐妹俩参加时装秀 然而他们前脚刚走 真正的姐妹花后脚就从警局回来了 底下的观众丝毫没察觉不对 只是惊呼感叹他们换装真快 直到姐姐跟假活对上眼 他们才知道有人冒名顶替 姐妹花冲出来大声对峙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就见灯光突然熄灭 一条武士的队伍冲出 将台上四人团团围住 绑匪有眼无珠 绑错了人质 而阿伟一眼瞧出不对劲 几个胯步飞身扑倒武士 见对方掏出手枪 阿伟老黑联手制服 小小绑匪根本不在话下 但幕后boss趁机挟持了姐妹花 想从他们手上索要巨额赎金 挽救自己即将破产的公司 当反派还在高声论坛自己的计划 女记者就拍下了她的犯罪说法 等反派发现女记者了 抬手就要干掉 老黑一个飞身扑倒 接着枪口将要对准阿伟时 富豪为了保护心上人 舍身忘死 趁着空隙 阿伟见机行事干倒反派 一场危机也就此停止 阿伟去慰问受伤的富豪 见他如此执迷不悟 阿伟只好揪住下巴掀开了头盖 就问你惊不惊喜 最后恢复男儿生的两人 还跟闺蜜团到了前 毕竟当姐妹那段时间 是真的痛病快乐着 闺蜜们也原谅了他们 相比起那臭脾气的两姐妹 阿伟老黑这俩闺蜜是真的不错 他们也表示 我们都要跟着一起 我们都要跟着 SHOPPING